大陸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金门行的第二天 着重在地的议题 一早事先到水库 讨论从大陆饮水到金门的方案 而接着也参观酒厂跟菜刀店 他更强调 希望未来双方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继续稳定发展 带着笑容走下车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一早就到金门填补水库 因为前一天下章会上双方已经谈妥 未来将建一条海底管线 从福建的山梅水库饮水到这里 解决金门的缺水问题 同是一家人同意你讲水 任何事情 这个最后一里路还是非常重要 希望赶快走完这最后一里路 在金门第二天的行程 着重在地议题 张志军也到酒厂参访 更希望外界别把金门的名声议题政治化 无论是在大陆 还是在台湾 或者世界上任何地方 我觉得主任者 什么是政治 最大的政治 就是民生 民生解决好民生 不要把民生问 政治化 昨天有那个台联立委说 那个开放落地 千会让解放军来买菜刀 解放军 我们看可能吗 参观金门著名的菜刀店 张志军看得很专心 金门菜刀之所以有名 和过去国共发生的823炮战有关 看到菜刀 张志军也有感而发 我觉得金门菜刀的意涵 我觉得金门菜刀的意涵 是最丰富 最深刻 因为金门菜刀 它是记载着一段特殊的回忆 也表达了 我们两岸民众 希望 挂干戈为玉佛 和平稳定 两岸一家亲 是张志军这次来访主轴 他也期待下一次的下张会 两天一夜的行程圆满落幕 不过张志军说 这还不是结束 未来和金门的关系 只会继续加深 以上就是记者王世凯 朱启瑜 SNG小组在金门的采访报道